近几年,不得不说,电视剧里的关系户越来越明显了,有些是名副其实的关系户,有些是你能从演剧上分辨出的,长相严重不符合剧情描述,演技尴尬戏份还足,没名气还担任女二男二等重要位置。 下面我们来看看,先来个家喻户晓的,这个人当然是梅林传奇里的滚娘,她就像套马的汉子一样有黑熊状,以平平的姿色强吻我梅林,握我亚瑟的手,还跟蓝爷玩暧昧,才第一季就把年轻男角色聊了个遍,我一开始以为是导演审美不行,后来一看其他女配,觉得滚娘应该确定是乖细户了, 后来看果然是某位导演的女朋友,这个导演的品位,看看女配们,哪个比她差,女配们算不上倾国倾城也算美女了吧,咋没眼几集就死了呢?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,能昧着良心说后面这个是女主吗?说是女主的仆人会更像吧,国外有滚娘,中国也有,大好时光这个神剧告诉我,有个当编剧的妈有多重要? 来看看这个和韩东君搭戏的女人,从颜值到演技,还有和韩东君的吻戏,都在用生命告诉观众,她就是关系户,当时应该有很多无心法师粉儿都咆哮在电视机前了吧? 网友,看得实在心塞,说到关系户自然就不能不提曾和陈冠希一起出演电影的李佳妮,她在很久以前写了时差七小时这部小说,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雄厚,所以当时就把小说改编成为电影,而且还邀请到了自己的偶像陈冠希,来给她这部电影担任男主角, 而在当时电影和宣传成本高达1200万人民币,当时据说,深圳的学生是要求一定要去观看这部戏,这样的操作真的可以,说是有前任性啊, 其实我觉得去年新版《向傲江湖》里的男主也很有可能是关系户,这是我猜的,如有雷同,盖不负责,先不多说什么,大家看看,这真的像主角脸吗? 总感觉像剧里打酱油的,2015年就以男一号出道,2016年推出单曲,并出演了苏友鹏指导的悬疑电影《悬疑人X》的现身, 2017年就演了《心笑傲江湖》的令狐冲,这发展是做火箭一般的速度啊,还有《美好生活》里的贾小朵,这个角色当时看的时候简直是烦得我牙跟牙牙,明明是个配角, 却几乎和所有的主角都有剧情线,气多的超出正常逻辑,这真的是配角的剧本吗?和女主李小冉是师徒家姐妹,是女主上司的亲戚, 喜欢男主张嘉义,还表白了,女主爸,男主妈,老头老太太都喜欢她,身为叛逆富二代还有自己的剧情线, 还和男主的前妻不打不相识,饰演贾小朵的姑娘叫月以恩,演员月红的女儿,她妈妈是个老戏骨,1986年便获得金鸡奖女主角, 微博上经常卖力帮女儿的新剧宣传,必捧女儿,有网友跑去月红微博下面吐槽,她女儿的演技,结果被月红阿姨直接归类为坏人, 如果说人民的名义,有什么缺陷的话,就是这个黄毛正胜利的戏分太多了,而且与故事主线大多没什么关系, 长相就不评价了,我就寻死,这戏那么多戏骨,上哪找这衣男的啊,果然,一查, 她是以人民的名义,B组导演的身份进驻剧组,妥妥的关系后, 其实《狼牙榜》里也有很多导演参与演戏,但为什么就不招人反感,反而有很多人喜欢, 比如《下首尊》的扮演者王永泉,是剧中的执行导演,他的儿子王红则是梅长苏身边的黎刚, 剧中的副导演,武功很厉害的真平也是执行导演,同路是选角导演,最后连助理也上来了, 其实如果是有演技而有适合角色的演员,关系后只是一个能够获得的机会, 但是如果演技很烂,却还要以关系后的身份来强霸着这个角色, 观众一定会反感的,不知道这些关系后演员,小伙伴们怎么看?